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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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本身是集密管制處北區管制中心的防疫宿化型 今天很開心能夠來這邊 我們幫大家介紹這個人口秘密機構 那就是剛剛施教授他有講過 人口秘密機構在拜託一些 長照機構嘛 安養院 然後也有同學有提到是學校 或是照護所 托兒所 那還有一個就是兵營 就軍營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的機構的種類還蠻多樣化的 不過因為 原則是處理上大同小異 當然還是各個機構有自己的特性 那我今天的主題呢 主要會是focus在 比較偏照養 長照機構或是安養院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就是我是用今年六月份 我們的縣 北區 我剛說我是北區管制中心 我們北區管制中心主要是負責桃竹竹苗 就是桃園市 新竹縣跟新竹市還有苗栗縣 那這是我們轄區內的一個縣市 它有一個人口密集機構 它就是在今年六月份時候 都通報到我們這邊來這樣子 它是先通報給衛生局 那衛生局會再跟我們通知這樣子 那它就是六月一號的時候 開始有出現這個上呼吸道的感染症狀 那經過了一個禮拜 陸陸續續總共有這樣子的症狀有出現了十五個人 那你現在是假設你自己是那個衛生局的一個承辦同仁 那你的局長叫你要去前往這個調查這樣子 那接下來你會想要做什麼事情 或是展開什麼行動 或者是你去之前有沒有想要先了解什麼 了解什麼其他的資訊這樣子 那我今天會滿多 會有兩三個是要請同學們一起回答的這樣子 所以請你被點到的同學就不要害羞 就是知道就回答 那不知道也沒關係 因為你知道就不用來上了 對 所以就是 我都是這樣想 那我們就是從 我一六點一位同學 那就這位黑白條文裝的同學 要不要稍微講一下你想要做 或想要了解什麼 像有一個機構同報進來了 然後是發生在夏天 也就像這樣去調查 然後去阻止這場災難這樣子 對 你有想要做什麼事情 或是想要再問什麼東西 他們15個人的關係 他們15個人的關係 什麼關係 例如 就是在那個機構裡面 有想要做什麼 OK 對 很好 就是想要知道他的 這個機構內這15個患者 或是通報的個案 他們彼此之間的相對位置說 是不是住同一間宿舍 是不是同一個房間 還是是不同洞 還是是怎麼樣的問題對不對 好 那這一排的 這一排的 這位黑襯衫的男同學 黑T恤的團同學 對 我想就是 應該如果是機構的話 想說他們 這15個人他們有沒有在 比如說房間樓層 還是在房間內發現 這種感染的情況 然後還有再去看看是 是不是他們 那種出現症狀有沒有很類似這樣 OK 就是 位置跟前面一個同學講的有點類似 那該就是他的症狀 就是上呼吸到症狀好像有點籠統 是不是有點 症狀是不是大家都很類似 有沒有發燒 然後還是都有咳嗽 還是這個就有咳嗽 可是那個發燒 甚至呼吸喘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症狀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子還是 因為有可能是同一個感染原因 可是也有可能 就是這麼好死不死 就是兩三個不同的感染源 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 就 這位粉紅色的女同學 還有沒有什麼 就是位置了 住民的位置 住民的症狀 那有沒有想要問什麼 我想要了解 這個 就是這個機構它過去 有沒有類似的狀況 或者是說在其他的地區 有沒有類似的 跟類似的症狀 類似的狀況 出現過 其他的地區 是不是 就是可能在其他機構 然後有類似的狀況 會不會怎麼處理 或是什麼樣的 類似的狀況 然後可以透露到 所以可以 OK 就是想要去看看有沒有 等於有點算是 call for help 就是我自己沒什麼經驗 看看其他機構怎麼處理 這樣子的一個 群聚事件 是類似這樣的意思嗎 是嗎 好 對這個也是很好 就是假如 我們不會假設 每一個承辦人都 很有經驗處理這種事情 大家都有第一次 所以如果 我們真的不會這個事情 其實這種事情不會是第一集 那也絕對不會是最後一集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 局長叫你去 你什麼都 就是傻傻都不知道 其實你可以先請教 比較資深的同仁 甚至有時候 有些情形 其實在這個縣市 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那他們就會打電話來 衛生局 他們就會打電話 到我們區管中心來 那這時候 我們當然會 就我們本身有的經驗 會告訴他們 然後另外也會告訴他說 其實你還可以請教 其他縣市 因為我們的 轄下的市縣市 其實都會跟我們 做通報這個動作 那我們就會知道說 哪一些 這個狀況 是不是其實有其他的縣市 他已經有實務上的經驗 那我們就可以請他 去跟這個 其他縣市的承辦人 做一個請教 或諮商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最後一個同學 那就是 這位穿灰色帽T的同學 男同學 就是想要找到 就是想要找到 Index case 然後知道這些病人的 Demographic的一些 Data 男性別 年紀 大家都還蠻有概念的 就是 就會想先 就是理論上 我們不會建議 就是 你一直要想起 就馬上火速就衝過去 原則上還是會先 在辦公室內搜集一些Data 這樣會比較好 到現場去做一些處理 跟一些建議 這樣子都很好 然後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們好像都focus在 同一個 同一群族群身上 就是大家可能問題 都focus在住民對不對 可是我們知道 其實這個機構 生活在這個機構 或是在裡面 其實不會只有住民 其實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工作人員 還有訪客 就是還有一些其他的人 其實也在那邊 那 有時候其實這個事情 或是這個病 其實有時候不是這個住民 他們本身來的 有時候其實 其實是有 誰會一直往返在機構裡面 其實是 其實是工作人員 其實是訪客 所以 誰會常常把 技術單位去 還是這些工作人員 或是教員的工作人員 所以 我們除了要了解 這些著名的狀況之外 我們有時候也會 應該不是有時候 是幾乎也都一定要掌握的資訊 就包括 這些機構內的一些工作人員的情形 那今天帶到這邊 其實還有很多 大家都還可以再想一下 那後面會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就是 原則上接到一個世界 我們第一個要問就是 這是什麼樣的機構 它是 我剛剛都沒有提到 什麼樣的機構 對不對 我們會相問 它是什麼機構 是國小嗎 幼稚園嗎 還是拖嬰中心 還是是 軍營 還是大學 還是長照機構 如果是長照機構 它的住民是怎麼樣的 它的特性 那這個剛剛同學就有稍微提到 是 它是都可以走來走去的呢 只是在那邊安養天年的呢 還是其實它是 就是它都是臥床的 它的生活行動 完全連下來做輪椅都不行的 那種機構 就是只能躺在床上 被照護人員做一些拍檀 抽檀 擦尿管 等等這種人員 還是說它其實可以 需要人家稍微輔助 它其實可以自己做一些行動 但是它 不知道 它就是可能老人癡呆 或者是它是智能障礙的一些 智能發展直環的一些成年人 那其實這些機構的住民的特性 也是我們一開始需要去掌握的 為什麼 如果今天這個環境的住民 它是我剛剛講的 它完全是不能動的 你還會覺得這樣子的傳染 是住民這邊 自己在那邊隔來隔去嗎 我咳嗽給你 你咳嗽給他 其實你就不會這樣想 你一定會想到的是 是不是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的感控措施沒有做好 他是不是沒有洗手 他去照顧這個患者之後 他是不是又去照顧另外一個 本來應該是沒有發病的住民 那他是不是這樣子的之間 他沒有做好他的洗手 或是戴口罩 或者就是說 他們沒有這樣子的sense 他們不曉得 理論上 我在分配工作給護理人員 或是造福員的時候 你已經發病的個案 你照顧這個發病的個案 理論上 你不應該再去照顧健康的個案 所以要先了解我們這個機構的特性 這個第一個是我們要先知道的 那這個機構它是什麼機構 它是一個18歲以上的 它收治的是中中度的智能障礙者 然後自閉或者是智能障礙和病毒素障礙者 那其實他們是可以走來走去的 那只是智能有點不足 像小朋友一樣 所以他們白天還是可以行動 而且甚至有為了這樣子的一個照護中心 它是可以有些設計一些算是PT 就是智能治療 做一些上課的一個情形 所以它就有分成園藝班、烘培班等等這些 然後依它的年齡跟它的功能性 去做一個分班 我們現在了解這個機構的著名的特性 也知道它其實是可以走來走去的 所以這樣子問題就是 那到底是這個事情怎麼發生呢 這是我們第一個去要了解 那第二個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阻止這件事情 就是它現在已經15個個案 那可以預期 這個會再繼續發生 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介入的話 這個機構他們已經自己 在那邊搞了一個禮拜 或者是他根本沒有care這種事情 所以就是這時候會需要 一些公共衛生單位的介入 有一些長照機構 會有些消息他們很好 他們會很積極地去處理 可是有些機構就是 不管是沒有心 或者是礙於能力不足 先天的人力不足 或是知識不足 他們其實沒有辦法 好好去解決這些 這些長照機構內的一些群聚事件 不管是上呼吸道 或者是腹瀉等等 所以這時候就非常需要公共衛生 或者是政府的力量去公部門的力量來介入 那這個機構總能說是154人 那住民是115人 那男生女生差不多各半 那他的工作人員大概是40人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發病率大概是多少 大家知道發病率是怎麼算嗎 好 現在要輪到這邊 這位綠外套的女同學 發病率是什麼 那怎麼算 或是清洗率 或是清洗率 對 旁邊的同學要支援一下嗎 差不多類似這樣子 對 就是 所以就是會 100 剛剛是15個人嘛 15個人 那你要除以誰 你要除誰 所以要除 除 除154 除154 好 除154很好 那他就是一個整體的發病率 這個機構整個的發病率 然後那通常我們在做這個疫情分析 或者是做這個統計的時候 我們也會考慮針對不同的族群去做計算 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拿來除以115 就是 大概除150大概就是差不多十分之一嘛 那除115大概就是 也差不多是十分之一啦 差不多 算數 八分之一左右 八分之一左右 就是知道好像這個病都集中在住民這樣子 那照護人員好像目前似乎沒有人有病啦 不過大家還是要 就是在接到這樣子 我們在處理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打個問號啦 因為你知道其實現在就是 怎麼講就是 有點算是大家醫病關係不好 其實也慢慢的這個風氣也都演變到這些照護機構 或什麼你想想看 這個我的機構發生事情 我被那個主管衛生機關來查了 他甚至可能會上新聞 然後大家一定會矛頭一定會想像剛剛那個同學說 到底是誰開始 那是不是有人沒有好好照顧 是不是你們工作人員自己有問題 然後把我家的阿公阿嬤回來 或是把我家的一些長輩或是什麼 我家的小孩弄到感染 所以他們就是 你就可以講人就是 會有那種自我保護的心理 所以通常一開始跟你說 那個員工沒問題 你都是要先打個問號這樣子 不過目前至少就我們 還坐在辦公室的這個時候 我們只能說 好你的員工目前沒有問題 所以通通都是著名的問題 然後 那這個教保的這個工作人員的工作 比例是1比7跟1比15 那為什麼要知道這個 知道這個我們要幹嘛 這位穿 第二排這個穿白T恤短袖的男同學 我們要知道這個筆要幹嘛 你會想要知道這個嗎 還是我不知道知道幹嘛 不知道就不知道沒關係 沒有一定要 對 就是不知道沒關係 就是盡量 就是我們先想一下 如果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呢 他主要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到底這樣子的工作的loading夠不夠 就是他會不會因為這樣子的比例 比如說他白天 白天因為其實比較多活動 他們要翻身拍攤 要洗澡什麼的 因為不可能大半夜 把這個人挖起來洗澡 所以白天的活動已經比較多 他們還要上課 上分工 然後去學做 然後去學一些記憶 上一些職能治療 這樣子的能力比 夠不夠他去保持這些 我們所謂的一個良好的感控措施跟行為 不過其實目前來說 我們就是只有護病病 有這個比較強制的一些 應該說比較明確的規範 但也沒有辦法強制 他不讓你達到法定的護病病 你也沒有辦法 那這個社福就更沒有 就是這種長照機構就更沒有 但是未來長照法出來 應該會有很明確的一些規範 那原本上1比7 在這樣子的 這樣子功能的話 我們的經驗上是都還OK這樣子 因為他不需要每一個人 都是total care這樣子 就是不要 不需要每一個人 都是由你自己去那邊翻身拍攤餵食 他們是都可以自己進食的這種註明 所以最後呼應到前面一個 我們還是要先了解 這個機構是怎麼樣的 才能有辦法去想像說 那這樣子的機構中 他們通常的照護的一個模式 可能是怎麼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AP客服 6月1號開始有一個個案 然後6月2號有一個 然後6月4號就變兩個 通常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想像機構大概不會通報 因為想像說反正就是人總有生老病死 總是會有生病 所以一個兩個就沒什麼在care了 可是慢慢這樣子出來其實就不對了 大家就是一般人也都會知道大概這樣子是不對 因為這樣子感覺就是一個群聚的事情 其實理論上我們說不對其實有點抽象跟很沒有流病跟公衛的sense 就是什麼叫做不對這樣子 原則上我們都會希望在機構中 或者是在醫院裡面 如果你發生所謂的院內感染 你是會希望有一個 會希望有一個什麼 來換這邊 這個APPLE電腦的白色的帥哥 題目你都不知道題目有聽出什麼 旁邊的黑色帥哥就支援他一下 題目是什麼 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平常都會希望機構或者是醫院 能夠對自己的院內感染或是一些群聚的一些疾病腹瀉 或是上呼吸道這些症狀會有一個基本的什麼 監控 好 可是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會要監控 你有監控就會有平常的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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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標準 所以就是罰值 就會隨時後 我們才能去算 算那個Person 才能去算統計 因為我們才知道自己 我三個月平均 每個月 我今年上半年度 每個月這樣子的個案都只有三個 那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一個月內 或是15天內 你就蹦出了十幾個 你這樣子P字一定是小於0.5 我們才能說好 你這個是 這百分之百就是異常的這個signal 我們才就是知道這個是需要去揭露這個群聚事件 不過這樣子的要求 我想大概對一般的機構是很難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都只能很不科學的去做說 你這樣子就不對 你就是應該會有一個群聚事件這樣子 你這個就是有問題 你就是 something happened 或 something wrong 這樣子 好 好 那看到這邊 就是我們就會想知道說 好像個案是慢慢出來的 好像感覺是有一點點 人傳人那個味道在 好像不是一個單點的傳播 這樣跟食物中毒的AP curve好像不太一樣 好 所以我們就會想問到剛剛同學問的 那他們到底都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對不對 就會想說那這幾個case他們到底是怎麼去分佈的 所以我們這個AP curve就告訴我們說 他的確不是譬如說某一個人進去之後 一下子感染一卡車的人 他應該是可能某兩個人 或某一個人開始感染 然後藉著什麼這個inflation chain 或transmission chain 然後導致這個感染一直在spreading出去 好 那這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這個 彼此之間的那個關係圖 那就是有A 它就分成四個建築馬A B C洞 A洞跟D洞大家看就知道說 大概不會是這個機構這次疫情發生的地方 它是什麼行政辦公室 因為它沒有說它是員工感染 D洞是一些餐廳或其他也不是平常住宿的地方 那就是B洞跟C洞這樣子 所以可以想見大概不是B就是C 那這個初始疫情主要是集中在B洞 分成四層樓 那它這個宿舍一樓是公共區域沒有住人 那二到四樓是宿舍 那每個宿舍就分成兩邊這樣子 那每一邊就是A邊或B邊 都有自己的大廳、廁所還有房間 房間是兩個人一間這樣子 一開始呢這個疫情呢 它主要是發生在B洞的四樓 主要是在四樓 然後後來那個Case就慢慢的 從四樓、三樓、二樓就慢慢往下掉了這樣子 有時候我們一開始會想說到底是哪一個人開始 可是有時候其實經過了一個禮拜 然後加上這些工作人員 他沒有辦法很可立的跟你說是哪幾個人先開始 其實這個Index Case 你會有時候也無疾而中 而且通常這些病毒也不是這個人他本身就帶著的 他一定也是被某個沒有症狀的感染者傳染到 所以他其實也是受害者 即便我們知道說他就是住在四樓的哪一間房子 他先發病啦 對就是他 可是那也不是他天生就帶著那個病毒 他一定也是被某些其實很健康的 但是外表看不出來 或是他根本也沒感覺到這個傳染的傳染的 好 所以這時候呢 這個機構他們自己先搞了一個禮拜 六、一號開始 NO、NO、NO、NO 他們的做法就是加強機構住民 跟工作人員的手部衛生 還有呼吸道的禮儀 然後四號呢 四號就是人變多的那一天 就是增加兩個 然後隔天就越來越多 就是把有症狀的住民 跟沒有症狀的住民 白天區隔照護 晚上正常回宿舍休息 那五號開始停止白天共同活動 八號每日進行環境消毒 好 看完了他的這些機構自己的 他跟你回報說 我們現在機構已經做了這些事情了 那請問長官你還有什麼建議或指示嗎 我們可以再來改進什麼的 好 那現在長官你有沒有什麼意見或是建議 那我們剛剛問到哪邊了 問到這邊了嘛 那就 好 那個黃色衣服的 的同學 或是你覺得哪邊做得不好 或是你想要問你所謂的一些措施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 很好 很有概念 對就是訪客限制然後一般我們在流行的期間 我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們就會建議你 這段期間請不要訪客來 這樣子 就會建議他就是要停止訪客 或者是就像這位同學講的就是 好吧 你一定要訪客來這個真的愛子心切 或是這個孝順的兒子 然後就是一定要來看爸爸媽媽什麼之類的 那你就是限制他一天只能來 或是一個禮拜只能來幾次 或是來的時候你時間只能給他多久 這樣子 然後來的時候要做一些監測 就是來就是一定要來之前一定要先量體溫 然後要給他發口罩 然後旅客來的 訪客來的時候你就是要跟他做一些衛教 說你怎麼樣怎麼樣你就要怎樣怎樣 然後怎樣這樣你就要怎樣怎樣 這樣之後就是要跟這些訪客做一下 比如說打噴嚏一定要汙住口鼻 然後碰到病人之前一定要先吸收 然後你不要再餵病人吃東西 這樣子的這些衛教要做好 好 那我們回到這一排了 那就 最後面那位同學男同學 對現在在看著我那位同學 對 Yes 或許可以加強一支EGO的M4 可能窗戶打開之類 OK 那你要打開哪裡 就是可能空調跟窗戶比較好 就是空氣對的 所以就是 可是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建議很好 這建議非常好 尤其是在學校 我們常常在學校的群聚事件 譬如說幼稚園 然後大學 等等發生什麼百日合群聚 或是非結合群聚 大家這一學習有上過非結合群聚了嗎 有上過嗎 然後我們就會建議他改善通風碼 什麼CO2濃度太高什麼什麼的 對不對 這個很好 可是呢 這個機構的特性 你要考慮進去 假設他是在四樓 然後我們的門窗都給他打開開 有一個可能性要考慮進去 有沒有同學要回答 然後這些機構著名的特性是什麼 然後他在四樓 門窗打開開 對很好 對我跳下去 因為我們白天能力比是多少 1比7 你有可能緊迫電了24小時嗎 不可能 所以這個要考慮清楚 然後要開的地方要考慮清楚 比如說他如果是這樣子氣窗 OK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的窗戶 可能就不行了 對 但是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建議這樣子 好 很好 好 好 那還有沒有問題 那 來 這位綠色的同學 同學 就是第二點他說 白天是去和照顧 不是晚間用正常的出色休息 但是萬一他是怕被傳染的 萬一再給晚上比較厲害 很好 對這位長官真是太有智慧了 對 就是 這個當初我們看到 就是覺得 一整個三條線 怎麼會是白天 這樣子有點 就是有點像鴕鳥的感覺吧 你就是 白天好像 你看得到 你就是這樣分開 你看不到回去睡覺 你就讓他們同一關在一起 其實這樣子對於感控 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對 所以這點就立刻被打槍了 這樣子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care 那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人力不夠 晚上就 晚上就 就是又 你照顧的人說又多了一半 所以就是這樣 可是你這樣子等於就是沒有防治措施 所以他的 後面他的病人才是越來越多 這樣子 所以這點就是有馬上跟他糾正 對 所以 可是你會覺得奇怪 這個大家都想得到 你看你們也沒有在照顧病人 馬上就想到為什麼他們會想不到 對就是 有時候不是 有時候還是要給對方一點情面 他們不是想不到 他們就是有他們自己一些 現實跟實務上的考量 比如說他就是 我就是沒人啊 你要我怎麼辦 你要逼死誰這樣子 我就是沒有人這樣子 所以 對我們就是還是 可是為了病人好 你還是要逼他們 就是不管你就是要 把這些人 人力就是要負責把他衝擊 什麼的這樣子 嘿 好 很好 那過來是這一排 那就是 這位短頭髮的女同學 還有沒有什麼 或是想問什麼 是 那你有什麼建議 或是你對於手不衛生 你有什麼想法 這樣子 很好 對這個很好 嘿 有沒有具體一點 就是吃東西前 就是洗手的步驟 然後就是整個正確的方法 是 OK 好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這個 這個一定要的 就是對於工作人員 實不衛生 我想這個教育是沒有問題 大家都是正常人 都聽得懂這樣子 可是對住民 好像沒有辦法完全 就跟他說你要怎樣就怎樣 他們可能就是 他們就是會把那個大便 塗在牆上的這種人 所以 除了教育之外 我們可能需要一些 比較更貼近他們 可以接受的方式 有些不會每個人都是在那邊 就是玩什麼 就是亂七八糟的一些行為 可是 還是有一些就是沒有辦法受教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 就要問他說 那你是怎麼對於這些住民 做這些手部衛生的 那你怎麼保護他們的 你怎麼加強他們的呼吸道理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說 他不會這麼乖乖的說 你叫我怎樣我就怎樣 或者是 你叫我做 喔喔喔 然後怎麼做我不知道 就是他做不出來 你邀他做那些什麼 內外夾公大力丸什麼的 他誰誰知道你在講什麼鬼 這樣子 對於這種情形 我們就會去 這時候就需要去實地訪查 看到底他們所謂的 手部衛生怎麼加強 他們的呼吸道理 是什麼去做 或什麼執行 或是有什麼可能 他們其實看不出來的地方 很好 好 那就來這排同學有沒有要自願的 還是用點的好 來這位黑衣服的男同學 對 那應該要針對 比較多病人 保持自己環境消毒 比較有效 OK 對很好 就是前經歷resource要花在刀口上 就是如果你發生在B洞 你一直去消消毒A洞跟D洞 不知道在幹嘛這樣子 對 就是要每 這個消毒就是要問他怎麼消 然後他的泡 一般的機構的消毒 大概都是用漂白水 然後就是1-500這樣子去漂 去做一個稀釋這樣子 然後就問他怎麼消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一塊 就是大家就是 常常他們就說我沒有做 有做 可是你到現場的時候 你要care的是 他怎麼做 他清潔的人力夠不夠 有時候整棟就是一個阿姨 或是一個大哥在那邊掃 他根本就掃不完 然後你還要他去擦床眼 床欄 拖地板 弄廁所什麼的 其實他的每天的routine 他就做不完了 他沒有辦法去應付這個 加強期的一些要求的消毒這樣 因為可能一個機構 一個禮拜才消一次或消兩次 消兩次已經是很好的機構了 那你像他每天進消 你就是要去注意他所謂 他的消是怎麼消 還是反正你要我每天做 我有我每天做的方式 我可以做阿我就是隨便做 我也沒跟你 我不是每擦一個床鋪 我就跟你換一個抹布 我去洗一次 我就是整路擦過去 這樣子就更糟 所以對於他每提出來一個 看起來很好 或者是很有sense的一些 介入措施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要去思考他 後面他提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他有沒有辦法實務上 或者是實際上去做到這樣子 如果不行 我們就要明確地指出來 那怎麼樣去做到這件事 有些部分其實還是需要機構自己去想辦法 比如說你就是臨時招聘機器人 你這個有錢你一定是可以做的 這樣子 很好 大家都還蠻有概念的 這樣子 那我想這段課就可以下課了 就結束了 好 那就是他那些做事明顯就不行了 所以到6月9號又蹦出了四個人 這樣子 那這個是他們目前到6月9號 你就是你隔天去嘛 他跟你通報你隔天就去已經 病人已經衝到19個 然後機器率是16.5 那都是大概是 中位數是年齡28歲 男性是16人 所以那個機構本來就是男生比較多 剛看那個宿舍你就知道 就是男生就是整整一棟嘛 那女生是半棟這樣子 而且他其實是有工作人員 就是在他跟你講沒有 可是你在詳細問他有沒有人請假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工作人員的 他跟你說沒有 你就是要一樣 反正都是先打問號 然後你就問他有沒有人 什麼情形 或什麼有沒有人請假 那為什麼請假 如果他說沒有 你就是隔天就殺到現場去 看他的價單 價單拿出來 或者是他的菜籤表拿出來 打卡金拿出來 就是要去盯這樣子 要去看 好 那這個這邊 這一部分應該就是 就是講完了 然後就是 大家都想了還蠻多的 那有些比較偏細節的地方 就後面跟各位做一些介紹這樣子 好 那就回到了 我們比較偏講解的部分 那人口密集機構呢 就是有分這麼多啦 就是長照 安養 然後一些身心障礙的 福利機構 一般的護理之家 農民之家 精神復健 然後兒童少年安置 還有矯正機關 就是監獄 監獄這些地方 那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講這個TOPIC 因為在這些地方 他們的空間都比較密集 然後你看那個生活環境都比較不好 那他的有時候 或是通常 他們的住民的年紀比較大 或者是免疫力比較差 或者是比較多一些潛在的疾病 或者是狀態等等 加上他們彼此的一些生活行動 都是很比較密集 譬如說像剛剛他也是上課 然後睡覺都睡一起什麼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形 都很容易讓這些住民 就是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很容易得到其他人得到的傳染病 而且他們因為本身就是有一些underline 就是可能一些潛在疾病比較多 年紀比較大 年紀比較大 年紀比較差 那他們就很容易 所以一旦發生這樣子的感染之後 我們正常能得到就是小感冒 可能一兩天身體狀態不太好 可是他們可能就是會變得很嚴重 就肺炎 就呼吸衰竭 這樣就需要送你住院 所以在這樣子的機構中 感染管制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這個人口密集機構的群聚事件很多 其實沒有僅現在上呼吸道 只有今天的topic是上呼吸道 那其實剛剛同學有上過 就是還有非結合群聚事件 然後還有腹瀉群聚事件 就是很多 那這樣的病原菌會從哪邊來呢 一開始大家都會focus在住民 然後其實就是除了住民之外 就是還有工作人員 還有我們的訪客 就是一些家長 或者是一些他的子女等等 再來就是環境 就是譬如說這個反客來 他的確他沒有去碰觸一些病人或什麼的 可是他可能在環境中 他就留下了他的一些分泌物 就是可能打個噴嚏或是咳個瘦 他沒有戴口罩什麼的 那這些病毒呢 他依各個病毒的特性不一而足 可以存活在這個環境中 譬如說桌子椅子上這些 大概半天到一兩天左右 不等 那這樣子的情形 如果住民又去摸來摸去 或是工作人員手部位置還沒有做好 那這樣子也是會讓這些住民 感染到這些病毒的 對於這樣子的群聚事件呢 我們就需要很多樣的 很多樣或多面向或是多樣式的 這些防治措施來做介入 那有一些像什麼疫苗接種呢 這個是比較偏固定的一些疾病 譬如說流感 譬如說肺炎鏈球菌 大概是這幾種比較 或是白日渴 這樣比較有特定 可是大部分的群聚事件的 應該不知道大部分 就是還有很多其他 也可以造成群聚事件 譬如說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或者是鼻病毒 或者是Adenovirus 腺病毒 或者甚至是肺結核 其實他們是沒有疫苗可以做接種的 所以有一些疾病或是群聚事件 是沒有辦法完全靠疫苗來做一個防治的 再來就是病原件的檢驗就是 這個就是一般來 我們這樣子的群聚事件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個個案送到醫院去 那就會做檢驗 再來就是感染管制做事 感染管制可以分 平時跟群聚事件的時候 這個都有不一樣的講究 當然有些是一樣 只是你的頻率增加 或是你的強度增加 第四個第五個就是 治療性跟預防性的抗病毒藥物 那這個其實也是比較偏流感的 尤其性感冒病毒的這個 來講 的群聚事件來講 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幾個面向 好 下一張又是要來問同學 好 Header Matrix大家應該都上過 大家應該都聽過 有同學搖頭 有 Header Matrix就是 應該有同學知道吧 剛剛問到這邊了嘛 那 現在就是 欸 子同學我問過你嗎 子儀同學 沒有 什麼是Header Matrix 子同學 沒有 真的沒聽過 有聽過這個了請舉手 沒有 敢舉手 舉手叫我回答 Header Matrix 真的嗎 好 Header Matrix呢 它就是一個人 然後它發明這個 Matrix 好 這是廢話 對 它是用這個 針對一個公文議題 然後去依照這個九宮格 去設計出不同的時期 可以有不同的措施 然後不同的Structure 在不同的時期 可以有不同的措施 好 這個考試不是會考嗎 欸 我非常的shock 這樣子 好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一般這都用在一些 比較偏物理性傷害 比如說車禍啦 或是一些什麼跌倒啦 車禍或跌倒 那它的物品會 它的 怎麼講 它這個人的部分 也是分前中後 病原性部分也是分前中後 群聚前跟群聚中群聚後 那環境物理也分成群聚後 那如果是套用在一些Trama 就是車禍前中後 車禍前你要做什麼 你可以做什麼處理 車禍中 你可以做什麼處理 車禍中後 還有車禍後 你可以做什麼處理 這樣子 那在病原性的部分 就會把車禍 如果是這個metric是用在車禍的時候 你的病原性就會變成車子這樣子 好 這樣子 大家想像在這樣子的事件中 如果是在群聚前 你對人 對你的host 可以有什麼保護的措施 在群聚前 這位淺藍色的T恤的男同學 是淺藍色還是淺藍色 藍綠色 群聚事件前 對你的host 對你的這個宿主 可以有什麼保護措施 或什麼一些事情 可以預防這個群聚事件發生 注意衛生習慣 注意衛生習慣 環境是人 環境是人嗎 蛤 不是啦 注意衛生習慣 還有我們剛剛前面講的第一個 這個 疫苗很好 疫苗 對 好 可以打疫苗啦 或者是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可以 增加你的營養 就是讓這些住民 平常都有很好的運動 良好生活習慣 就是增加他的免疫力啦 增加他的體力 對就是 好 那 群聚事件中呢 對於人 我們有可以什麼一些措施 錢大家可以想是預防嘛 那中就是要 中跟後 在Matrix的 在這個Hedon Matrix的用意中是 這些措施是要能夠減害 讓這個事件發生了 我們已經 預防這一步我們已經躲不掉 已經發生了 我們要想辦法讓這個事情減害 所以在車禍中就是要想辦法造成 要讓這個車禍造成的傷亡人數 死亡率降低 所以 在 比如說在車禍的時候 我們在環境物理部分 我們就 在車那個部分 我們就會希望 就會有一個是叫做 安全帶 或是安全氣囊 因為已經車禍中了嘛 你有安全帶安全氣囊 就可以減低你這個事件已經發生的 死亡率 或者是受傷的這些情形 那 在人的部分呢 事件中 群聚中 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是 一樣 就是 你已經 你已經 生病感染了 所以你就是要 要讓這個病人 他要吃好 睡好 就是要多多休息啊 什麼的這樣子 好 那事件後呢 群聚後 或是他已經感染後 感染後 要做什麼 他已經感染了 發病了 這可能有點難說 大家沒有什麼概念 我們就是每個個看過去 就是 你發生後 你就是要去幫這個病人 他要吃藥 那 這個藥不會 抗病毒藥物 它不會擺在人這邊 它是個物品 所以它會擺在 譬如說環境或社會那邊 但是病人要吃藥這件事情 或是病人要吃藥這個動作 會把它歸在人這邊 所以會有一點點的一些 有時候這Head Matching 會讓人有點confused 就分類上會有點不疑而阻 不過這個也不是我擺的 這個是WTO擺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問題 不要question我 我可以寫信去問WTO 為什麼要把這個方案 一直冰這樣子 再來就是醫療能力品質 因為是人嘛 就是我們已經群聚發生了 所以我已經被送到醫院去了 所以這時候 醫院照護的人力 那個人 他的品質好不好 有沒有很用心照顧 或是他是不是一個Weltrain 或是有個license的 醫師護士 就是也很重要才能 你放在良好照護的醫療機構 你就可以減少 這個人發生死亡的機率這樣子 所以這都是人的問題 那過來就是病原菌 那如果這個是車禍 這邊就是車子嘛 那在這邊病原菌 就是流行區域 就是事件發生前 就是像剛剛有一個同學講的 就是我想要知道 這個機構以前有沒有發生過 類似的事件 他其實是不是上個禮拜才有 或是上個月他才發生過 一個類似的群聚事件 才剛急案這樣子 所以他會不會在另外一個樓層 或是另外一個院區 他又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說 他這個機構 甚至是這個環境 或是甚至這個區域 這個社區 他是否正在流行什麼疾病 這樣子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很好的監測系統 那事件發生中 對病原菌來說 我們就是要知道他的傳染力 因為不同的細菌的傳染力 他就可以傳染不同的人 應該說傳染不同數量的人 有些的Infacial Dose很低 像如果是腸胃道的菌 就是Shigella 就是滯鶴式感菌 他一到十顆就是感染 諾羅也是 可是如果是沙門式菌 或者是傷寒感菌 他就要十得五次方 他能感染 所以不同的細菌 他的傳染力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發生就是因為 你群聚中 這個細菌他的特性不一樣 他能夠傳染的人 或是他的感染力就不一樣 所以要把他放在群聚中 那群聚後呢 就是我已經感染你了 所以會想到的是他的 對 致病力或致死力 就是你已經被感染了這樣子 所以 不過這一攬 病原菌這一攬 跟車子不太一樣 車子我們可以想辦法去 Modify 去創造新的功能什麼的 可是病原菌我們就是 噢好 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就是感染了 你就是很不幸的 你發生了這個群聚之前 我們就只能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 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就可以讓我們對這個病毒 或是這個細菌 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病毒 如果是流感我們就可以吃可流感 那如果是細菌 我們就可以打一些抗生素 這樣子 所以監測還是重要的 那再來是環境物理的方面呢 就是 他剛剛同學講的 就是感控措施啊 然後 機構類型 我們要知道是什麼機構類型 那他的 他的這個機構 他有沒有隔離的房間 還是他都是擠滿滿的 他的每一個房間 都是擠了六個人在那邊 還是其他這個機構 他是有一個獨立的房間 專門用來給一些 比如說剛出院回來觀察的 或是他有症狀發燒的人 他可以先挪到那邊去 所以這是事件發生前 然後發生中呢 所以就是要增加 他的一些像隔離病房 他是不是馬上可以拿到 然後他的一些隔離的裝備 比如說口罩啦 還有一些手套啦 隔離衣等等 他是不是有 然後夠不夠 齊不起捲 有沒有過期 那再來就是消毒器具跟器材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問題 他怎麼消毒的 他能力夠不夠去做這個消毒 他的抹布夠不夠 像我們昨天就是去苗栗監醫院 他的抹布都是一張床擦 一個抹布擦了好幾張床 然後大家如果有接觸過醫院消毒的阿姨 就是他其實洗抹布沒有辦法 他也 我們也即便不要說怕 我們也沒有辦法洗得很乾淨 他也沒有辦法 有那個時間去擦完一張床 就消一次消得很好 因為醫院就給他那張抹布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想說 那這樣子的消毒 到底有沒有下一次 只是在把那個床欄弄濕而已 那我就潑水就好 再來就是事件發生後的環境 那一樣就是對應到醫院的人力 那這邊的環境就是對應到醫院的設備 他有沒有辦法做緊急急救 他能不能擦呼吸喘的時候 能不能擦管 休克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掉聲音壓劑 然後是不是有辦法 有些什麼電擊器等等 然後是他有沒有一個隔離的 負壓室的病房等等 那這是我們可以用這個matrix 來幫助我們去想 當我們面對這樣這個群聚事件的時候 用這個九宮格套進去這個機構 這個群聚事件 他有沒有哪一個是可以改善的 或是哪一個是可以加強的這樣子 然後 是 那一個 就是那個 就是有什麼傳染的方式 是放在前面傳的嗎 你是說傳染的方式 理論上應該是放在前啦 放在前這樣子 但是他可以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跟傳染力有一點點關係 對 你可以把它放在前有一點關係 所以 我會把它放在前 但是因為這個WHO公佈它是沒有寫 這樣子 如果我自己的話 我把它放在前這邊 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告訴我們監測系統是很重要的 但是還是一樣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那個 這個實例它是幾天後通報 它1號發生第一個個案 然後第二天有另外一個 然後隔了 又隔了兩天有另外兩個 所以大概是4天 4天已經連續有3天 然後都有個個案出現症狀 這一天應該要通報 那它大概又隔了3到4天才 就是人越來越多才做通報 所以這個監測系統是 有時候是有一點困難存在的這樣子 那不過我們還是有自己的監測 我們還是有監測系統 不會因為它困難 或是它沒有辦法達到盡善盡美 就不做這件事情 因為監測還是非常重要的 那人口密集機構的傳染病監測 就是監視通報系統呢 那它的目的就是 為了要機長能夠監測 這個機構內的傳染病的群聚事件發生 因為我們知道 這樣子的事件 一旦在機構內這樣子很容易散播 而且他們得到又很容易發生 嚴重感染的這個住民的環境之下 我們需要盡早知道 才能讓這些衛生人員 即時去採取一些防疫的措施 那我們的法源依據呢 就是我們不是那個 就是一定 我們要 因為我們是公務人員 所以做什麼事情 都一定要有憑有據 要有法令來支持我們 不然我們就會被人家掃地出門 就轟出去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就傳染病房子到第26條 那依照第26條 就是我們可以依照這個法 我們去規定或指定你 就是要做這個通報系統 你不能拒絕 不然就可以處罰你這樣子 那試用機構呢 就是由中央主管機關 那這邊就是比較偏是社會局那邊 就是社家屬這邊來指定的 只要是被他列成是 類型是什麼安養機構 養護機構 長照 安養 教養 教訓機關 或是類似場所 他就應該要進入我們這個通報系統 不過呢 我們雖然有法條可以 我覺得這個也只是一個缺陷 就是立法違得不足的地方 就是對我們規定你們要做 所以你們一定得做 只是呢 如果你做不好呢 我們是沒有責的這樣子 比如說我延遲通報的兩個禮拜 喔 好吧 你就延遲通報了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去處分這些機構 或是他的負責人 因為我們沒有法條 沒有辦法去處分他們 但是我們 就是有點像 我叫你做 你得做 但是你做不好 或是你沒有做得很好的時候 就是 我們是沒辦法去處理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 所以常常就會進到延遲通報的情形 這是一個有點算是缺陷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傳染病 這個人口病機構傳染病監視通報系統的頁面 它這個不是登錄的頁面 我們是線上通報 那也有紙本 那這個是介紹這個怎麼登錄 然後你什麼條件應該去登錄 這個在我們的專業版上是有的 大家有同學有興趣可以點進來看看 還有裡面有詳細介紹說 哪些定義你應該要通報 你要怎麼通報 然後你要怎麼key in這樣子 那這個看起來很複雜 它這個是人口病機構這個通報的流程圖 我想這個不用細講 那主要就是說 它有分成兩種 一種是real time 就是你一旦發生被規定該通報的情形之後 你就應該要走即時路線 那另外一個是你是定期 routine 每一週都有一天你要固定回報這樣子 所以每週一都要回報 可是這兩個路線其實都沒有做得很好 我覺得都變成要看那個 負責機構負責機構的良心 因為它就是它如果不通報 一樣就回到剛問題 我不通報我知道我心壓不住了 我覺得我再不跟長官講 再不跟行政機關講 到時候他就會上新聞什麼的 然後常常來收到已經 他的index case不曉得到 也早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也不知道是誰這樣子 然後病情也從一棟樓 變成兩棟樓三棟樓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通常進去的時候 時間都還蠻晚的這樣子 就是介入時間點都會有點delay 好 那這是我們的通報的條件 就是剛剛是一個通報的流程 就是有即時跟定期 那這是我們哪一些情形下 這個機構是應該要做通報的動作 那還有很多 我們不是只有針對上呼吸道 只是因為我們今天的塔皮克斯講中呼吸道 所以我就把跟上呼吸道相關的通報條件 把它列出來 那有三個 一個是上呼吸道感染 一個是咳嗽持續三週 還有一個是淚流感這樣子 上呼吸道感染其實 還蠻 嗯 條件還蠻寬鬆的 就是你只要有發燒 咳嗽喉喉嚨痛 呼吸急觸跟流鼻涕 任何一個 你就應該要通報了齁 所以我覺得這也可能是因為 導致這些機構不是很想通報 因為你覺得我咳咳嗽 我可能病人只是嗆到一下 這樣子我也要通報嗎 那他可能留個鼻水 然後可能隔天就好了 好像也不用馬上通報 其實就是 我覺得 我們其實也很多是需要再做一些 改進的地方 然後 那再來就是咳嗽持續三週 那大家覺得這個是想要通報什麼 剛到哪邊 是到這邊了嗎 好 這一行的就一個長頭髮穿白衣的女同學 你覺得這個主要是想通報什麼 是想通報流感嗎 還是 想要通報什麼 應該是說我們想要及早監測到什麼 肺結合 對很好 對 肺結合 對 以前有一個口號 現在可能沒有 叫做什麼咳三週快驗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比那什麼六分鐘護一聲好像比較有名一點 我們是咳三週快驗談 現在是咳兩週就應該好驗談了 所以這個第二個是 主要不是佛上呼吸道 主要是比較偏一點 類似肺結合這樣子 那第三個就是類流感 那它需要同時符合下面兩個條件 一個就是要有發燒加呼吸道的感染症狀 就是上面那些什麼咳嗽、喉嚨痛、呼吸急速、流鼻涕等等 那還要有肌肉痠痛、頭痛或疲倦等一個症狀 所以只要符合這些都應該要 理論上都應該要進入我們的通報 那是要走那個即時那一塊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還有兩個一個是 讀聽的一週要通報一次 一個是一有個案 就立刻應該在一天之內做到通報的這個動作 那通報下來呢 通常這個致病原通常是什麼 其實我們的致病原跟國外其實很像 最多最多大家覺得是哪一個 都看得懂嗎 都看不懂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是公衛所嘛對不對 還是留病所 公衛 公衛 公衛系 公衛系 會要上傳染病這堂課嗎 還是就這一堂課是傳染病 其他都不是傳染病 好 第一個是流感病毒 那第二個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然後這個負流感 B病毒 那大家都不要看 那就是最常見的呢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的流感病毒 然後是冠軍這樣子 就是將近九成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可能有一個bug 或是billus 就是因為流感我們現在有快篩 就是很好做 可能我送去一個普通的醫院 不用太大醫院 我就可以用快篩去驗 那可能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那驗出來就有 可是呢 其他的病毒或是其他細菌 其實並不是這麼好去做檢查的 除了那個第五個肺炎鏈球菌以外 其實其他都不是很好做檢查 在一般的中小行醫院其實 除了這兩個以外 他其實不是那麼好做檢查 所以 也許有很多群體事件 被研判成是不明的原因 造成群體 他其實可能是這些 比較不好做培養或是檢查的 病毒細菌造成 所以才導致 病毒細菌的群體特別高 不過呢 也因為病毒細菌的確是比較高的 所以就是 也 即便把這些不明的醫院 最後真的假設都找出來了 病菌都找出來 最常的應該還是病毒細菌這樣子 那 為什麼要特別把RSV 就是呼吸道上 呼吸道融合病毒 跟病毒特別標出來呢 因為 一般在長照機構 這兩個 比較不常見 那這兩個病毒 比較容易出現在哪一種的 人口群聚機構 人口密集機構 人口密集機構 是在那個 托嬰中心 然後 或是坐月子中心 或是在幼稚園 這兩個病毒 比較容易在那個 這個 這樣子的小朋友玩具下 所以 這也是 再一次 提醒我們就是 我們一定要先知道 這個群聚機構 這個人口密集機構 它的類型是什麼 因為 不一樣的居民特性 它可能被發生群聚事件的 這個病原件也不太一樣了 那沒關係 反正呢 這些 這些常見的 上呼吸道的病毒呢 大概潛伏期 潛伏期大概都是 兩到三天 那不然 病病毒大概比較長一點 然後是八天 RSV比較長八天 那是 腹流感比較長一個禮拜 那大部分都是兩到三天 那它的 可傳染期 可傳染期是什麼意思 可傳染期就是說 我感染了 那 我這個人 他什麼時候 還一直有傳染力 我會一直有傳染力下去嗎 比如說我今天 我得到了流感了 我開始在那邊發燒咳嗽 那 我會一直 終身都一直這樣 帶緣下去嗎 不會啦 這個大部分 這上呼吸道病毒 沒有這麼厲害這樣 除非它是肺結核 或者是 什麼傷含馬力之類的 但是 這些大部分都不會 讓你 變成一個 病毒人這麼久 那 像流感是第二個 流感病 它大概是你發燒之後 大概 三到五天 你這段期間 室內會有 你是具有傳染力的 所以 可能太靠近的人 或碰到你口鼻的人 他也會被你感染到 那我們知道 這個可傳染期要幹嘛 這個對這樣子的群聚事件 處理的重要性是什麼 來這位同學 監測期嗎 有一點點類似 但是好像不是用在可傳染期 你的那個概念是 群聚事件 我們通常 這個事件我們要監測多久 這個有講過嗎 一個群聚事件 我們對於這個群聚事件 不是這個病人 是這個群聚事件 在這個社區 或是這個機構 或是這個地方 它發生了一個群聚事件 譬如像去年 前年開始一直到今年 都還有一點斷斷續續的一波 西非的一波 我們要針對這整個西非一波 這個疫情要監測多久 或者像MERS 南韓的MERS 我們要監測南韓MERS 這個國家 要多久我們才可以 對它入境的旅客 解除我們一些限制 這個期限是怎麼決定的 我都忘記 那個戴帽子的同學 監測期 群聚事件的監測期的結束 選擇的方式是什麼 在一個已知病原菌的狀況之下 的群聚事件 這個有講過嗎 群聚事件這個監測的 是說看他監測什麼時候要結束 對對對 就是如果有 可能監測事件 就是越來越少 或是低於那個人 低於法治的時候 對這是 一個條件之一 也就是說 低於法治 那要什麼時候 一低於法治就可以解除了嗎 對沒錯 你講的觀念很重要 因為我們通常 對我們公衛來說 我們通常只會記得 我現在一直要 問各位同學的第一個條件 可是忘了第二個條件 可是你講的第二個條件 也非常重要 不會要這個機構完全都沒有個案出現 不會 因為這個機構 它可能本來一個禮拜就有一個 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是它的正常情形 所以我們可以容許一個兩個 但是這個是它的法治 但是這個是很重要沒錯 好 就不拖時間 就是潛伏期的兩倍 就是兩倍潛伏期 這個還滿重要 這觀念希望大家 如果今天什麼都不記得了 沒關係 就是這個兩倍潛伏期請記起來 群聚事件 是事件然後不是單一個人 或是他的接觸者 這不一樣 我們對一個病的接觸者 我們監測的期間 就不是這個所謂的兩倍潛伏期 譬如說 好我今天是 我今天是一個病毒人 然後這位 穿條紋的女同學 她被我傳染了 她被我接觸了 可能 可能她不小心 我對她打了一個噴嚏 那 她就 她就變成我的接觸者 對不對 那她自己要自我做健康監測到什麼時候 是要看這個病的潛伏期 譬如說 我現在得流感 所以她必須要自我監測到幾天 到五天 如果五天後她沒事情 她之後又產生了其他的類似的症狀 她可能就不是被我傳染的 她可能是其他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單一個案的接觸者的監測 但是今天是一個群聚事件的監測 已經我們這個班已經好幾個 譬如說已經五六個了 那我們這些同學或是對這個班的監測 要監測多久 是要監測五天嗎 不是 是要監測十天 就是最後一個個案出現的十天 這樣子 所以剛剛還是回到剛剛這個同學講的 就是這個可傳染其實她很重要 她的重要點 她的重要點剛好不是在群聚事件的監測 她的決定的這個地方 她的重要性是在 我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人解除隔離 她可能她發燒感可能 像我是流感 我得流感 我會被 理論上我會被關到 一個獨立的病房 不一定要負壓 可是我可能就會被 從我本來的 住的房間我就要挪 因為我可能我室友 我室友都還沒生病 結果我生病 我就會被挪到一個獨立的房間去 可是那你要關我關到什麼時候 你不可能一輩子把我關在那邊啊 你也不會關到群聚事件結束 因為這樣子太浪費人力 因為隔離房一定是有限的 這個隔離房不會永無止盡的 每一個 我就到最後每個病人 都自己注意監訊 不可能 所以在食物上 這個可傳染其他的重要性是決定 你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病人 挪回到他原本的房間 或者是另外一個觀察的房間 可是觀察房間就不再是獨立的 可能就是大家平平都是 從獨立房間被挪出來 你想再觀察久一點那個地方 可是一個人一間 這個對機構來說是太消耗他的資源 他不可能真的有這麼多個房間 一個人一間這樣子 所以可傳染其對一個群聚事件 或者是一個病毒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數字這樣子 所以大家看大部分都是一到五天 大部分都是一到五天 那肺炎鏈球區是短一點點 是比較短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想要針對這個機構建議 你要把你的病人 你的個案 挪到單獨一個地方去 或是挪到一個COHO COHO照顧是什麼 現在換到這邊來了嗎 那這位穿藍色 灰藍色衣服的同學 我問過你嗎 沒有 來 COHO是什麼 什麼叫COHO照顧 COHO照顧 C-O-H-O-R-T 有同學知道嗎 COHO照顧 這位長頭髮林同學 C-O-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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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房間不夠 我就是沒有這麼多的房間 我必須要把這些人 可是我還是要 必須把他從 他原本住的地方搬走 因為他的室友都沒人生病啊 你不能繼續把他丟在一起 因為這樣子就變成 你再讓他們混在一個 曝出到這個病毒人的威脅之下 所以你就必須要把他 挪到一個環境去 可是我房間都不夠 所以好像有A B C 三個都是個案 他們分別住在不同的樓層 但是沒關係 就把他從頭挪到同一間去 反正你就互相傳染 這邊繼續傳染這樣子 但是就至少可以減低其他的 目前還健康中 只是需要繼續監測的住民 所以這個是需要我們 好像扯遠的 就是我們是需要去知道 這個病毒 或是這個細菌 他的可傳染性 我們才能決定 什麼時候可以讓這些個案 能夠解除隔離的時間點 好 那這是每個 其實上呼吸道的病原菌 大概傳染途徑都差不多 大概不拖這四個 就是飛沫 直接接觸 間接接觸 還有空氣 那飛沫傳染 其實比較偏跟空氣傳染 是有點相對的 他們就是主要是看 他的分泌物的顆粒大小 如果這個分泌物的顆粒大小 是大於5micrometer 那通常就是因為比較大嘛 他就飄不遠 他就是可能一公尺 所以這個一公尺很重要 因為常常我們在定一些建議 或是定一些指引的時候 我們就定 你可能床位跟床位之間的間隔 最好要超過一公尺 那為什麼我們會定超過一公尺 你看外國文獻就是定三英尺 那我們就是一公尺 因為大概一英尺等於三十公分左右 我們就會定一公尺 因為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這個 飛沫傳染的particle 通常不會飄散超過一公尺 那他就是被那些比較大顆的飛沫 就是接觸到接觸者的眼啊 鼻液膜等等而被穿 那空氣呢 就剛好是顛倒 就是小於5micrometer 那最常見的就是肺結核嘛 就是大家有上過肺結核 那就會飄比較久 那這些比較小的顆粒通常是從 比較一些invasive的一些 medical procedure 產生 譬如說抽彈啊 session啊 或者是做那個機器管徑等等 或是unendor 就是在急救的時候 我們不會擦氣管內管嗎 等等產生的 那如果是直接跟間接接觸呢 就是 我可能沒有直接噴到這個人 那可是我的這些噴嚏 我的鼻涕 或是眼淚什麼的 我就是噴在這個桌子或椅子上 那一樣 那這個其他的住民 他就是來摸 然後去摸自己的鼻子或眼睛 那他可能就會被傳染到這樣子 這是所謂的間接接觸 那如果是 我沒有做那些什麼咳嗽 打噴嚏 可是我可能就是去 親對方的臉頰 或是跟他做一些接紋的動作 那這就是直接 就是用直接我的黏膜接觸你的黏膜 那我的肺膜就直接碰到 這就是直接接觸 在機構內呢 應該還是偏肺膜跟間接比較常見 那間接也是一個大家比較容易忽略的 因為直接很簡單 直接我就是 反正就幫你戴口罩嘛 那你戴口罩我也戴口罩 就是比較容易預防 然後做好洗手 可是間接就變成是要靠消毒 這個動作來做一個 就減低 因為間接接觸而感染這個情形 可是剛剛就有提到 有時候消毒 並不是大家覺得 我加強消毒 我把這個消毒這個動作講出來 我就完成了 加強消毒這個事實這樣 其實沒有 就是要顧力到這個機構 他的清潔人、人力、物力 還有他的一些物品的這些情形 才能知道說到底他這個間接傳染 這個途徑 有沒有真的好好的被阻斷掉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每個不同的病原菌 他可以留在這些 沒有生命的物體的表面上 他可以存活多久 就是 像是若是冠狀病毒 他大概活得比較短 就是大概三小時 他自己就死笑笑這樣子 那如果是流感呢 他可以在這個桌子椅子上 大概活一到兩天 那如果是那個RSV RSV要是那個 他的潛伏期比較久 那個八天的 他是 可以活 六到二十四小時 那如果是B病毒呢 B病毒大概是 兩小時到七天 所以好像B病毒 可以活比較久 好 那先講到病原菌 我沒有 我沒有 本來就沒有計劃 要把每一個病原菌都 講過一遍 因為這樣有點太瑣碎了 那不過呢 我後來還是決定 我就是講最重要 然後也是比例最高的這個流感 就是稍微再跟各位同學見面 那剛好 反正各位同學也都沒有 好像聽起來是沒有上過這些 傳染病原菌的介紹 那我就稍微介紹一下流感 那他是一種急性病毒性的 這個呼吸道的疾病 那每年都是季節性的流行 那就是大概 在台灣來說 大概就是每年的十月開始 然後可以慢慢上升到隔年的二月 所以我們的流感劑的疫苗都會開始在十月就會開打這樣子 因為兩個禮拜疫苗 注射疫苗兩個禮拜後抗體才會產生 那他的流行的期間 他的爆發的速度比較快 散播範圍很廣 就是以前流感好幾次大流行嘛 西班牙嘛 然後 還有哪裡 我忘記了 1918年跟1945年 兩次都流行 然後死了很多人這樣子 那 還有2019年的H1N1 這個應該大家就比較有印象這樣子 北班球是秋冬氧劑 那每年的十一月到葛雷三月 那台灣大概是每年的十月到二月之間 那他們流感他要比其他的那些上呼吸道 什麼病毒啦 RSV啊等等 更容易產生一些嚴重的病發症 比如說 細菌性 或者是病毒性的肺炎 那尤其是老人家 嬰幼童跟麥西奇病患者 那剛好 這些容易產生高危險 病發症的族群 也都是這些機構住民 常見的族群 不管是腸道機構 不管是拖嬰中心 還是一些教養院等等 所以 剛好就是 這個病毒 的確對這些 比較脆弱的住民 都是很大的威脅 而且它傳播速度 又是非常的快 那台灣呢 就是剛剛講過 就是十月開始 到二月是進入高峰 三月開始逐漸下降 每年大概百分之十一的民眾 都會因為流感來到醫療院所就醫 那這些來就醫的民眾中 大概又是有一person 大概就是變成是千分之一 或是需要去住院的 那這些需要住院的個案中 又大概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0.1 是會出現眼中幣發症 而需要坐到ICU去 就是加護病房去 所以大概就是 萬分之一到 十萬分之一到百萬分之一 那死亡率大概是五成這樣子 那這些死亡的個案呢 通常都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家 流感病毒呢 它是屬於一種正年異的病毒 那它依照它的外型 可以分成A B C 3型 那對於人類的來說 大概會產生威脅就是A跟B 那C型主要是公 它的宿主主要是動物 所以我們人不會被 C型的流感病毒感染到這樣子 那大家應該會常聽到 A型流感或是B型流感 那這樣子的分類呢 它又可以在A型流感的這個病毒 它又可以依照它的外套膜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病毒科尼有很多這個 很多spike 就是極狀的蛋白質 那它就會產生 它依照這個蛋白質的結構的不同 就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HA 就是紅血球凝擊素 一種是神經氨酸酶 所以 所以 再依照這兩種外套膜的糖蛋白 可以去把這個A型病毒 再去做很多的分型 像剛剛講的H1N1嘛 就是 表示它的這個紅血球凝擊素 是屬於第一型 它的神經氨酸酶 也是第一型 那 情流感大家最有印象的是什麼 H7N9嘛 H7N9在大陸這邊 所以就是它的 紅血球凝擊素是第七型 然後 紅血球凝擊素也是第九型 就是樣子來分 那它的傳播方式呢 其實前面也介紹過 就是飛沫或接觸 那它大概 可以在剛剛講 大家還記得它可以在 無生命的表面傳播幾天嗎 一到兩天 對一到兩天 所以 對於這樣子的機構來說 如果它的消毒沒有落實 沒有確實的做好 其實它的間接接觸傳達 可能性還是很高 那它的症狀呢 就是 上呼吸道症狀 發燒 可受喉嚨痛 肌肉痠痛等等 有一些 大概到十分之一 到兩成左右 會有一些腹瀉嘔吐的症狀 所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 有些醫生覺得 講這個太麻煩了 我要跟你講 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的病人 你雖然有流感 還是會產生一些腸胃道症狀 太麻煩了 你這個叫做 腸胃型感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你就是得到腸胃型感冒 其實它就是感冒的一種 只是它本來就會有一些 腹瀉或嘔吐的症狀 大家知道登革熱嗎 反正聽過嗎 沒有 就算對它不認識 你也知道 今年南台灣的疫情很嚴重 那登革熱它也可以產生 腸胃道症狀這樣子 就是很多病它都可以產生 腸胃道症狀 那不過大部分人呢 都可以在兩週內康復 那剛剛我說過大概去就醫的話 大概有百分 去就醫的民眾大概有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一 0.1%到1% 會產生一些很嚴重的需要做到 加護病房的個案 那這些人就會出現一些肺炎 然後神經炎 就是神經方面的症狀 或者是心肌炎或心包膜炎 那死亡率最高大概就是心肌炎 那這樣子的 有產生這些所謂的併發症 我們就會叫做流感併發重症 那這個目前是屬於 我們第四類的法定傳染病 通報期限是24小時這樣子 那哪些人比較容易產生這些死亡率 或是致死率比較高的情形呢 其實前面也稍微提過 就是老人家 嬰幼兒還有孕婦 還有一些有這些慢性其他器官 疾病史的慢性個案 還有一些免疫功能不全 什麼叫免疫功能不全 就是類似像艾滋病的個案 然後癌症還有在打化療的 或是一些白血病、血癌 或者是它是一些類風飾性的 一些肢體免疫疾病的患者 他在吃一些免疫的抑制劑 或者是你是接受一些器官移植的個案 你也是有在用一些免疫抑制劑等等 所以這個圖只要給大家看看哪些年齡死亡率最高 就是小於3歲跟65歲以上 他們的死亡率是最高 一個是27 每百萬分的人口有27人 然後一個是147人 所以年紀大或是小朋友 他們都是流感的死亡的高危險群 那這個流感的檢驗方式呢 就是我們會去 不知道同學有沒有被做過快篩過 我同學沒有 有沒有同學被快篩過 我沒有 他就是拿一根棒子 就伸到你的鼻腔去搓這樣子 還蠻不舒服的 然後你要搓的時候 你就是要站在他旁邊 因為你如果站在他前面 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很刺激 他就會對著你咳嗽 你的滿臉都是他的口水這樣子 那你就回去要自我監測五天 好 那接下來就是喉嚨嗜子 喉嚨嗜子就比較沒有那麼刺激 不過還是要站在他旁邊 那痰疫就是 通常都是指那種流感重症的個案 我們就會去用 用那個 他可能被也許被插管 或什麼就會讓他可痰 痰疫通常他的病毒量比較高 比較容易檢查出來這樣子 那檢驗方式就是 大家就是略過不表 那他的潛伏期呢 是一到四天 那通常是兩天 我們都會說48小時 那病發症的時間大概就是 病發症大概記得嗎 就是什麼 肺炎 神經炎 心肌炎等等 那大概是發病後的兩週左右 可傳染期呢 五天嘛 大家還記得前面那個表 就是很多英文的表 就是五天左右 小孩子或者是免疫不全的個案 他可以排放病毒比較久 所以這也是告訴我們 如果今天這個群聚事件是發生在一般的 像我們剛剛的地方 也許我們可以跟他建議說 好 你這群個案 你要解除隔離的時間點 我就給你定五天 就是你就可以 如果五天了 然後你就可以讓他回到另外一個房間或什麼的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旅館群聚是發生在教養院 或者是托嬰中心 或者是小朋友比較多的地方 你可能就不能建議所五天 你可能要建議透過一個禮拜 甚至兩個禮拜之類的 當然這個隔離的時間越長 對機構的難度跟壓力就越多 因為他的個案還會慢慢的再出現 即便你的介入說是有效 他不會馬上下降 他還是需要一點時間讓這個個案數下降 所以他的壓力就越大 所以你必須在實務上跟理論上 你要主案去做一個考量 你就必須說 你不能就是丟一個答案說 好你就是要關七天不管 那他就會量手一攤 你不管我也沒辦法 我就是沒有病房可以關他關一個禮拜這樣子 就是要做一個整體通盤的考量 但是原則上就是小朋友要關久一點 那大人大概是關五天這樣子 那治療方式就是有口服器 目前有兩種 一種是客流感 一種是金剛鞍 就是Avegan 然後西路士就是瑞勒沙 就是用噴的 那靜脈就是Revector這樣子 那金剛Avegan跟Revector 是目前還沒有在台灣拿到藥證的 所以藥的話只有疾病管制屬有 那需要填那個特別的申請單 其他大部分的上呼吸道的病毒 其實都沒有一些很好的治療藥物 然後大概就是只有流感比較特別 所以流感來說 雖然他的比例在群聚事件中 是人口密集構群聚事件中 他比例最高 但是我們剛好也有比較多的武器 去來處理這樣子的事情 譬如說是平常我們就是有可以 要鼓勵這些機構高危險的住民去打疫苗 再來就是發生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給他吃治療性還有預防性的用藥 那我們疫苗的施打對象呢 今年就是有這些 那65歲以後愛護機構的對象 其實都是免費的 但是呢 其實大家可以 等一下這一案大家可以看到 我即便是免費的 可是其實他的施打率都不高 因為在人口密集機構中 他們有很多難處跟缺點 就是不確定是難處去做這件事 就是他們都是智能障礙 像比如說這樣他智能障礙 所以你可以直接跟他說 欸你要不要打疫苗 他說好這樣子 可是你覺得他這個好事真的好嗎 他那個好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不一定是那個好 所以通常他們需要找到他的 就是他的代理人 所以有時候代理人覺得很麻煩 或是我覺得不用打 你要讓這些機構的人 一直花時間去跟他們說明 其實亂得出這個壓力 他們平常的路程都做不完 他們不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只是增加他們自己的負擔這樣子 所以通常在教養院的 這種施打率都其實都不高這樣子 所以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好 那現在就開始講一些真的 就會變比較一些detail一點的 這個群聚事件的處理方式 一個是平時 一個是變時 變就是疫情發生的時候 那平時呢 就是你這個入住的住民 入住前就是應該要有S光片 因為免得你一進來 其實是一個具有傳染力的個案 再來就是要一些評估 如果他發現他其實是 一進來的時候 發現他其實是有一個傳染性的 可能性存在的時候 還是要先住到一個適當的隔離房間 如果你覺得這個病情是沒有辦法 在你的機構內控制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把他轉到醫院去 再一次 如果這個密集機構 是譬如什麼拖映中心 或者是作業中心 或者是教院 就是你應該要按時程 去把這個小朋友 應該中的接種疫苗 把他接種完 然後每年應該安排一次的 胸部S光 再來如果是有一次法庭個案 你就是要通報 再來就是如果是你覺得這個 或是你已經發現 他其實是有些多重看到性的 在轉院的時候 你應該要先告知對方 讓對方先有一個準備說 好我現在等一下要接的個案 是一個具有傳染性 或是它是一個多重看到性的細菌 這個疑生或感染的個案 我可以先傳好我的防護裝備 免得這些個案 到那個醫院的時候 那個醫院的公務員 他不會馬上感染 可是問題是他care的人是誰 他care的人是其他同樣是很脆弱的人 他可能就把這邊的人的細菌 就傳染到給其他很多人 那就會造成在此院內感染 而傷害到其他的民眾或是病人 所以這個視線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要針對哪些情形下 你應該就是要做通報 還要做後送救醫這個流程 要先鳴定清楚 然後才不會在發生的時候 手忙腳那麼說 這個到底要不要送 這個到底要不要關 這個都要在試平常的時候 就要先制定好 然後當然你把這個 具有傳染病疑似的個案 要送到醫院或是外面去救醫的時候 你就是應該要自己 要創好一些防護的措施 剛剛是針對住民跟機構 那工作人員也是有類似的 你在任用前 就是要做一些健康的檢查 那住民每年要照 工作人員也是每年應該要照 然後如果你自己本身 就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狀 你應該要先跟你的主管講 然後主管就會依照這個機構內 本身應該要有一個 員工請假的一些規範 你就是盡量不要有那種 individual來就是 我覺得怎樣就怎樣 你要一個比較明確的SOP 像科技最想SOP 你要這個SOP 才能讓這些人 比較好做事可以去依依 這樣子 甚至在國外的指引他們 甚至說你其實 你應該要鼓勵他們通報 就是互相互相通報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我如果跟長官講我生病了 我就會被強迫不能來上班 那我可能我的價 或是我的薪水什麼 就會被扣什麼什麼的 其實這樣子會讓你的工作人員 更不願意去做通報 然後被你強制暫時離職這個動作 所以他們也會針對這樣的情形 設定一些建議 比如說你應該要鼓勵他們 比如說他來跟你講 你就要給他一些incentive 就是比如說薪水不會扣 或是給他一些福利什麼 你小朋友還是有人照顧 就是要給他一些很彈性化的一些措施 鼓勵他們 就是願意自主做這個通報的動作 再來就是工作的時候 就是要穿工作服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 你不可能穿著 穿著居駕的衣服來 然後穿這邊隔了一大堆的細菌之後 你又穿回去 這個應該是沒人會做這種事情的 那就是洗手50基 剛剛同學有講 就是手部衛生的你要怎麼做 要適當的教育訓練 因為工作人員理論上 應該是聽得懂人話的 你就是要去教育 然後去獨島去集合這樣子 然後你在穿戴手套的時候 你就是不能去做一些文書工作 不能去按電梯 或是不能戴著手套 進到你的護理站 或是去餵食什麼的 或是不能去做一些 理論上應該是要無菌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要量體溫 理論上應該每天 這些機構的住民要一天量一次 那工作人員是每週 要量一次 所以呢 你知道他理論上要有一次 我們去查的時候 你就說 你的紀錄本拿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 不過呢 一樣 這就回到我們剛剛的問題 我們叫你要做 但是你不做 或是做得不好 我們是哪裡沒皮條的 所以這個一直都是一個區塊 就是我們沒有做 就這樣 好 那你沒有做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好吧 你以前沒做 那就請你現在開始做 這樣子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情形 好 這個是平時 好 這個是平時 好 那現在 就是假如一個事情來了 真的就是像剛那個個案 像剛那個事件 就是好像有 這個越來越多個案出現群聚的事情 這個傾向 那我們就要先定義什麼叫做群聚事件 剛前面已經有一個slide 是告訴我們說 什麼是狀況下 你應該要通報嘛 可是那個是主案通報 你一有符合那樣子的條件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做通報的動作 可是那什麼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叫做群聚事件呢 就是要兩個個案了 至少兩個個案這樣子 不過我們的定義其實是很寬鬆 就是那兩個個案你要給我一個期限吧 我如果隔了一個禮拜 一個兩個個案你也叫我去群聚事件嗎 好像不是這樣子 不過我們台灣的確沒有去定這樣子的時間 它就是很寬鬆的讓你去講 只要符合人實地的關聯性 你就叫做群聚事件 所以這是一個很主觀的一個條件 像美國它就是給你一個很明確的 你就72小時之內有兩個個案 你就是群聚這樣子 它就給你一個很明確的Cut of Point 這樣子 其實後面還蠻多都是 可以看到我國目前現在的規定 都還蠻彈性的 都還蠻自由行政的這樣子 除了這個群聚事件的定義之外 後面還有一些會給各位介紹 現在事件發生了兩個 它已經不止兩個吧 它已經15個了 而且是一天之內就蹦出好幾個 這個絕對是群聚事件無遺 然後又是同一層樓 四樓開始 同一個機構 同一個時間點 然後症狀也很像 就是群聚事件 一旦你被通報是群聚事件之後 這個主管單位 譬如說衛生局 他們就要趕快去做這個疫情調查 它必須在兩天之內要完成 然後要給我們疾病管制署的去管中心 然後我們才能做一些協助跟建議 那他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要去收相關的名單 那不只住民 剛剛一開始同學們都很好 都是很想到很多很細的住民的問題 可是其實後來有補充 就是不是只有住民在這個機構內生活行動 他的招呼人員 呼吸治療師 如果都是長大中心 他可能都是插管的 就是呼吸治療師 服務員就是辦門翻身拍檔的阿嫂 或是什麼的 清潔工 甚至是流動工作人員 我們有一些機構是 它是屬於宗教性的音樂 所以它會有很多什麼宗教師 比如說就是有那個師父會去那邊誦經的 或是有神父帶著他的唱師團 每天都去那邊跟大家一起唱歌的 這些你通通都要掌握 你必須要知道這個機構它的屬性是什麼 你的每一個的人孔都不能漏掉這樣子 就是要問清楚 然後就是不能把機構想得很誠實 就是你問什麼就答什麼 你是要一直不停地旁敲撤擊說 難道你們沒有什麼什麼 我知道某些音樂有什麼什麼 就是要一直去跟他反覆的問這樣子 要把這些疫情就是各種的人口都要把他問出來 然後像那個你只要名單就夠了 我們只是要名單而已嗎 其實沒有 比如說像住民我們還會要他的什麼 比如說他住哪裡 然後他這個禮拜或是他前幾天 有沒有被他的家人帶回去 這些機構不是這些住民 並不是每一天都住在這個機構中喔 他其實有時候 比如說你剛好碰到春節的時候 有些機構的住民 他們其實還是可以走來走去 只是平常沒有那個人可以去照顧他 所以他不得不把這個人先放在這個機構中 可是比如說放長假的時候 有些家人還是會把這些機構的住民 帶回家去過街 那這時候這個人就有可能會把外面的菌帶回來這樣子 我們也常看到一些就是 他回家之後回來就開始變成指標課 他就是我們的index case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這一陣子有沒有住民是被帶回 這一些發病的住民中有沒有人是被帶回家去的 你的工作人員剛剛也說過 我們回去跟他要他的初勤使 拆勤表有沒有人最近請假的 請假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有類似的症狀請假還是怎麼樣 這個都要問清楚這樣子 不是只有要名單而已 就是要一些名單 有他背後的意義跟我們需要知道的重點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們就會要他的基本資料 個案狀況等等等等 還有就是檢驗的結果還有疫苗的接種式 檢驗結果通常其實還蠻難的 因為剛剛說過一般這些機構 他們都會送病人去住院的時候 去或是去就醫的時候 大部分這些醫院都是中小型醫院 他不會有太多的檢查去幫你做很 就是每一種病原群都檢查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RSV啦 比病毒等等大概沒有辦法就簡單 能夠做的大概是一般的細菌培養 跟流感的快篩 所以通常我們這邊要的檢驗結果 大概就是他的檢驗培養 有沒有長什麼細菌 或是他有沒有做快篩 沒有的話會建議他們加做 或者是有的話 那結果是快篩很快嘛 大概20分鐘就會出來 所以通常我們去的時候 大概都會有這些資料 所以都一定要記得去跟這個機構人員問 然後問他說 你們是不是要哪幾家醫院 如果這個機構真的很冷 他說我不知道 那你就必須要再殺到那個醫院去 跟這個要到的名單 就是到那個醫院去跟他對 知道說他到底有長了什麼東西 或是他的驗出的結果是什麼 那調查貴調查 有時候我們的調查其實會比較 大部分 應該不是大部分 就是有時候我們的調查會有點 沒有無疾而終 因為其實你追不出來到底指標個案是什麼 或是誰 可是你追不追得到指標個案 跟我們的防治措施其實是脫鉤的 我們有時候其實 應該我們不是有時候 其實我們不一定需要知道指標個案是誰 我們只需要成功的阻斷它的傳染鏈 那這個疫情它自然就會下降 因為這個病都不會很久 它不會像肺結核是那種慢性帶緣 或是那邊咳很久都沒有辦法處理它 它大概都有自限期 就是它自己就會好 然後它的可傳染期也是只有那幾天 所以你只要在這幾天內 把這些具有傳染性的個案通通都處理好 把它隔離或者是做好一些感控措施 它這個傳染鏈自動會被我們block 我們疫情一樣能夠控制下來 所以疫調歸疫調 可是感控措施才是對於防止這個疫情擴大 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麼多的建議 其實一樣就是回到剛剛跟各位介紹的那個 Made and Head of Matrix 你就可以把這九關格套在這個群組之間中 看哪一塊是這個機構可以再加強的 比如說衛生教育 它的人是不是可以教育的 還是它的人其實不需要教育 因為那邊的住民都是躺在床上被插管的 你根本不需要教育他們 該被教育的只有一個族群就是工作人員 那如果是機構或是監獄 好像不是只有教育工作人員 你可能還是要對這個機構的住民 也要去做衛教這個動作 然後你要考慮到你衛教的內容適不適合 你可能沒有辦法跟小朋友說 另外講過大力玩 他可能聽不懂你講什麼 你就要說來小朋友 我們先把手沖濕 就是要因財失教這樣子 那像剛剛提到的 對這個重度智能不足的課 你可能被馬克說你要洗手 你可能能夠做的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緊迫盯人 就是派你的工作人員在旁邊盯著他們 犯前便後吸走 第二個就是增加你的乾洗手衣 就是按壓一下 他不用洗手洗這麼久 他就用乾洗手衣 會比較能夠讓這些人達到這些洗手 或者是衛生教育的目的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感染管制措施 就是像剛剛同學提到 你的訪客要不要限制 那你這個住民 感染發病住民 你應該要怎麼去挪動他 是不是要挪到單獨的隔離房間 還是說你的房間真的不夠 那我只能做cohold的照顧 就是把有病的人 統統集中在一間去 然後再來就是要避免這個共同活動 像我們這個事件 他就是要把白天的上課 就把它停下來嘛 就是什麼什麼班 他後來白天都沒有做事了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然後有時候要記得 不是只有這個什麼班 這樣一樣回到像剛剛那些 你比較偏宗教性質的 你就要想他們是不是有什麼唱詩班 就是也不能再去 然後禮拜天有什麼禮拜 這個也都要停止 什麼的 這個就是要都要在疫調的時候 要先問清楚 有沒有什麼共同活動的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我們去 一個農民之家 然後那個有一個小教堂 然後他們跟我們說 他們都沒有一些平常的 什麼去健身房 或者是去那邊下棋 休閒室都已經沒有都停止了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逛他們的園區 說這是幹嘛 這是他們禮拜 說禮拜還有什麼 有啊 一個禮拜也是一次啊 然後晚上 禮拜三晚上還有一個小型的集會 我們說不行 這個通常要停止這樣子 所以就是要注意他們的共同活動 這些都要把它keep in mind 就是知道說 哪些事情是還有可能遺漏的 再來是預防性投藥 這個是比較偏流感病毒 就是如果這個群聚事件 已經確定是一個流感感染的 我們知道剛好幾種病毒 細菌都可以造成這個上呼吸道的群聚 但是如果是 剛好這個是流感的話 我們可以再給它這些住民 提供一些預防性的用藥 那什麼是預防性的用藥呢 就是說我可能沒病 可是我是這個發病個案的接觸者 那我可能就必須要去考慮說 我們有需要給這個接觸者去吃這個客流感 或是瑞勒沙等等的用藥 那這個怎麼用藥呢 跟怎麼要給誰吃 要用到哪些範圍 就是由疾病管事處來研判 就是由我們這邊來研判 所以這塊也是很自由心證這樣子 就是沒有一個很明確 就是由某一些人 或是某某個人來研判 像如果是北區的話 在桃豬豬苗發生群聚事件 就是由在下我來研判 就是我一個人去決定說 哪些動的人要吃 哪些動不用吃 要吃多久等等 就是他們有一個很明確的SOP 像美國英國都有 他們自己很明確的SOP這樣子 再來就是環境消毒 那這邊其實剛剛也提過 就是不要只說 噢你有消毒 你一定要問清楚你怎麼消毒的 你的消毒能夠不夠 你怎麼去清潔你消毒的東西 你怎麼消毒你消毒的東西 這個就是要問清楚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有討論一陣子的 這個密集事件 它怎麼close 怎麼算叫結案 我們剛剛說是兩倍潛伏期 那我們這個人口密機構 它自己有定是定7天 最後一個個案發作的7天這樣子 那我們一般還是會建議 你要觀察兩倍潛伏期 譬如說如果你這個事件 是脫嬰中心 脫嬰中心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我們就會叫它要追16天 你就是要捐測16天 不准再有個案發生 有你就會一直監測 一直每天量體溫 然後每天去回報我們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共同所建議 但是我們會依照不同的病原菌 去做不同的結案的這個時間點的建議 那除了達到兩倍潛伏期之外 你的個案通通都要回復 然後就是症狀要緩解 才能做結案的動作 好 那目前的講解的部分 就到這邊 不曉得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疫苗嗎 你說是 誰決定嗎 就是我們決定它的化妝 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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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納入我們的公費的對象這樣子 對 我會想像那個幼稚園 就是常常都會有就是那種 就是 就是像剛剛老師提到的 就是咳嗽 然後會是什麼 就是發生 就是或者是咳很久 那是什麼 群聚就是 通常就是什麼樣的狀況 像紅包 或者是這個到底要追蹤 什麼樣的狀況 理論上你就是應該通報 但是 剛剛說過 就是他們如果 有時候這些機構 或許他們會覺得自己控制下來 他們就不會做通報的動作 那我們衛生單位他其實不會知道 因為主要這個 這樣子的群聚事件通報 其實是有被動通報 所以如果這個學校的老師或承辦人 他們並沒有做 或校徒他並沒有做這樣的動作 其實公衛單位是不會做的 可是理論上他們應該要通報 對 就是有 我們剛剛有一個通報的那個條件 他有出現 他就應該要做通報的動作 好 那如果同學沒有問題 我們就是繼續接著 就是剛剛有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些群聚事件的一些 處理啦 或異調或什麼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這個 把這個事件把它看完 就是 把它看完 不過中間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一點點講解的史萊 這樣子 那我們去的時候 就是又多了四個人 就是越來越多 這樣子 他八號通報嘛 然後九號去 而且他這個九號去啊 本來一開始是B洞嘛 對不對 他現在已經跑到了西洞 已經跑到西洞去了 所以表示他們還是有一些地方沒有做好 可能他們活動還是有一些共同活動 或者是什麼地方他們沒有注意到 或者是他們公眾人員有跑來跑去的情形 這些都是要去做一個處理跟觀察 還有異調的部分 那這個後來他們就被驗出是A型流感 就是H1N1 那他們這個機構著名的流感接種率只有18% 就不到三成 其實很低啊 對就是 就是變成剛剛 就是剛剛那個困境 就是你要找到他的法定代理人 然後來這邊跟你簽統一書 其實是對機構來說是一件壓力很大的事情 他們也沒有辦法一直去吹 對 所以其實在這種機構的時候還蠻困難的這樣子 然後衛生局的同仁區就是 剛剛給他們建議這個調整他們的隔離措施啊 剛剛那個同學就是很Smart 他就是講出他那個 就是只有白天隔離啊 晚上又沒隔離 這樣等於沒隔離啊 然後所以就是建議他應該要全天隔離 然後定義明確的隔離天數跟原則這樣子 因為他們 去的時候他們會問我說 那這樣子我關起來我到底要關多久 他們其實沒有這樣子的知識 所以就是 我們就跟他說 你應該要給他關幾天 然後關到什麼時候 你可以給他放出來這樣子 然後放出來的時候 你要給他直接回到原本的病房嗎 還是你要給他先去其他的房間等等 那就是要落實機構內的住民跟工作人的症狀 跟體的體溫健身 因為他們其實平常是沒有在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回到說 你平常到底有多少人是 一個禮拜有多少人會發生的症狀是你的基準值 就沒有這樣子的基準值 所以就變成是很難去要求說 好 那你回到幾個人個案的時候 你可以停止監測 就會變成我們要求你是零個案 零個案到了八天 你才能結束這次群聚事件 才能做捷報的動作 大概就是後來我們還是決定 給他使用這個預防性的抗病毒藥物 因為一來他的H1N1檢驗結果已經出來 二來他的流感疫苗的其中率實在太低 三來是這個機構他是屬於高風險 產生流感病發的這個住民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了這個抗病毒藥物的使用 那這個藥物使用大家覺得要投在哪邊 是全部都投嗎 還是投住民就好 還是工作人員也要投 還是只要投B洞就好 還是只要投有被感染的 有症狀的個案的室友就好 其實這個都沒有一個定論 然後這個很有點自由行 就是還是說是自由行政這樣子 我們國內的確沒有一個很好的建議 所以我們也是想很久這樣子 那這個隔離原則就是 一樣就是要放到單人或隔離 或是隔離室或單人房 那至少床間間距 如果真的不得不摳後的話 你是要隔一公尺以上 然後用個床簾或什麼去擋住這樣子 那解除隔離條件呢 我們沒有明定 對就是像這一點我們也是沒有 就是自由行政 然後就是我們決定 我們去看的人就說 好這個病是什麼 或是可能是什麼 好你就是關幾天 那就出來 那像美國的話 大概就是會定說症狀發作後七天 或者是退燒加上症狀 完全完全至少一天 看了一個比較久 可能這個病他假如都退燒了 也沒症狀了 可是他還沒有發作過後七天 那你就是要關關關到七天之後 才能放出來 或者是他已經超過七天了 但是他的症狀跟退燒 還沒有完全下來 所以你就要關到症狀加退燒至少一天 那英國比較短 英國就是五天 大家還記得五天這個數字嗎 因為可傳染期 剛剛那個大table 很多病毒大概是五天 不過他還有個蛋數 不是就五天 你要加上症狀完全緩解 才能放出來這樣子 所以他們定的比較明白 比較死 然後 但是這個好處也有缺點 就是你可能變成是人家 就是會變成對方要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很沒有彈性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他也可能會導致他 其實沒有必要關這麼久 或是他其實這個數字根本就不夠 他還是比 他就可以說我已經解除 達到個人條件 然後我還是幫你放出來這樣子 所以有定好跟沒定好 各有各的好處跟壞處 再來就是剛剛講到也是很模糊的 就是比較有彈性的一個 就是預防性用的原則 那當然這個都只能focus 在流感群序事件 像美國英國都有他們的一個 制定的一個對象跟使用的時間 那我們就是 我們來評估啦 就是主案評估這樣子 那時間是有 大概原則上是每個 預防用藥的大概頭十天這樣子 那美國跟英國這樣吃好會吃得非常的恐怖 因為他們是 只要是住在那個機構 也就是如果是這一個 這一個機構來說 他們就全部通通都要吃 扣除發病 已經發病的個案之外 就是不管你有沒有碰到這個 這個住民 或是這個發病的人 你通通都要吃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這一個 這個群聚事件呢 我們還是全吃了 因為他只有兩棟嘛 然後兩棟本來只有B棟有 可是我們去的那天 已經連西棟都開始出現個案了 所以後來還是全部都吃了這樣子 那至於工作人員有沒有吃呢 工作人員我們就是 原則上我們就是建議說 如果是你有實際照顧這個 這兩棟的住民會建議他吃 但是 因為這畢竟只是預防性用藥 如果你自信你可以感控措施 洗手啦 口罩啦 這些都做得很好 其實我們並不強迫這樣子 最後最後這個事件是到6月20號才結案 然後那發病的人 清醒率是大概是兩成左右 好 那這結語就是 在這個機構內呢 等活命機構傳染病是容易快速傳播的 而且他們的住民通常都是容易 病發重症感染的人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感控措施 跟適當的介入的時間點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機構的感染管制措施 其實不是單 不是單點就可以突破 它需要很多環的一起 這個環環相控 譬如說之前就是要催中疫苗啦 然後發病的時候你要及早通報 然後及早送醫治到這個病人就是什麼 事後呢你要配合主管管的這個機關 去做一些感控上的建議跟調整 這樣子 然後適時的使用抗病毒藥 跟預防性的抗病毒用藥 好 那我的課程大概到這邊 那不曉得 斯老師或是各位同學們 有什麼疑問 或是有興趣的地方 可以再做一些討論或提出來這樣子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 都是這些機構必須要做 如果有事件發生 不然是突發疫情 或者是那個例行性 都會有通報的這個動作要進行 那當這些機構在最初開始要設立的時候 會有相關的規定嗎 比如說它的設立要成立的時候 需要跟有一些設備或什麼要遠 那這個機構還可以開始成立運作 這樣子的規定 有 那個規定都是在社家署那邊 因為這些機構的主管管都是社家署 它並不在我們的管轄裡面這樣 就像是如果是學校的話 他們的主管管是教育部 所以我們如果有時候覺得這個機構太難搞 承辦這個主管的這個老闆 或是機構的老闆很不配合 我們就像是聯合機場 就是要帶社家署一起去 因為剛剛說過 我們對他們是沒有什麼法則的 我們對他們是沒有什麼power去 可是如果這個機關的主管管太白目 就是都很不配合 我們就會帶這個很了解他們運作的社家署的人一起去 那他們就會知道說他哪些不符規定 比如說你的一個住民三個月內 剛剛有說過嘛 那個三個月內 趙愛石光不是我們的規定 我們只是拿社家署的要求 那個是社家署的要求 我們只把它套在我們這個裡面 欸你有一個沒有啊 那就請社家署開發這樣子 對 就是只能用這種很迂迴的方式 來處理這些不合作的這個機關這樣子 如果同學沒有其他進步 就為我們做了謝謝我們一起大健康的商務 謝謝